在矽子孟葫芦二相的道路 因为1、20年没有刨除重铺 路况是查到不行 影响住户进出的安全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11元周阿林也反映了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而公署也列入了今年度的道路改善计划 目前已经重铺完成 9号上午11元周阿林服务处 也前往看看改善的状况 一眼看过去 黑色的柏油路面真的好平坦 这里就是孟葫芦二相 长期以来因为山区道路 十几二十年来都没有重铺 道路坑洞不平 进出实在不安全 因为以前这边的道路 大概接近十年没有维护 那这边的路况非常的不好 今天我们这个路况 柏油路就全部都铺好了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们新北市政府 也感谢我们的周一元的帮忙 现在不管是山路也好 或者是农业道路也好 那新北市政府都非常的照顾 在去年里长也向市医员周阿林 澄清而在反映相关单位之后 公所也列入了今年度的路面养护 及改善工程 19个路段 孟葫路二相就是其中一条 目前已经重铺完成 9号上午市医员周阿林服务处 主任林三级也前往看看改善的状况 这也是属于山路 这边有几户人家 那这条路大概有1、2、10年 都没有铺过柏油 所以这个道路都是坑坑巴巴 那老百姓跟里长这么反应的时候 我们在去年 我们就争取了经费 那今年整个都把它铺完了 那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整条路铺的工程都铺得不错 系纸多余路面养护真的很不容易 加上许多巷道 可能十几二十年都没有重铺 道路崎岖难走 尤其山区拨道路不平 人车通行更不安全 现在重铺道路还给用路人 平坦好走的通行空间 就曾惠林 系纸采访报道